前场听人说穷人家的孩子更聪明,社会上有太多出身贫好却智商很高的人,例如我们国家一些贫穷山区的孩子学业成绩异常好,可现在却被证实,更有钱的父母有更聪明的孩子。 美国洛杉矶儿童经研究后曾发表文章说,富裕家庭的孩子在治愈测验中的表现更好,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?难道孩子的命运就这样被父母的收入决定了吗? 当然不是,从经济学角度来说,收入越高,经济支配能力越高,孩子可能更具备有利的成长条件。 01生长保障,一般来说,高收入带来了孩子营养、医疗、导建方面的高保障,例如名人李香,每月花在女儿王世玲身上的伙食费,都是一万技术。 这个数额足以使孩子补充到足够的生长发育营养,而收入越低,可支配总额越低,在孩子上的花费当然更少。 一些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,越穷越生到维持生存都十分困难。 更不要说营养问题了,经济收入影响着营养、医疗、保健方面的投入,进而从微生细胞开始,就影响着宝宝的生长发育。 而大脑越发育不充分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智力较低。 零二资源获取,有研究者指出,更多的家庭收入,意味着可以拥有更多的智力开发资源。 从居住环境来看,现代社会想要实现更利于儿童成长的孟母三千。 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,你还真实现不了。 从智力开发来看,刺激认知能力发育的玩具,优秀的书籍,先进的学习机, 户外下电影以及其他的音乐、运动等学习机会。 没钱你怎么带回家,从儿童教育来说,就读于名校,得名试试店的儿童。 比起那些就读于贫困地区,学校只有简单的桌椅黑板,老师教育水平不太好的儿童,优势简直太明显了。 零三父母的期望值,1968年,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吉布森等人做了著名的实验。 他们在一所小学的一年级,只六年级各选了三个班的学生,进行所谓的预测未来发展的测试。 撒了一个权威性谎言,得出了罗森塔尔效应,也称皮革马绿翁效应的结论。 低收入的父母,对孩子的教育资源投入相对较低,孩子对书籍、活动等智力行为相对不熟悉,更可能被认定为愚钝,从而对这些孩子降低期望。 影响孩子对自己的判断和定位,而高收入的父母,孩子在更多的智力开发资源下更可能被认定为聪明。 因而获得更多的鼓励与支持,罗森塔尔效应更显明。 零四家长的陪护,有研究写是,家长陪护孩子的质量与父母的收入正相关。 家庭收入越高,越能调节时间,参与到孩子的课外活动中来,越有丰富的见识,能多方面参与孩子的体制讨论。 越有能力在孩子的智力发展收入时,提供输送与帮助,从而影响孩子的智力表现。 零无家庭教育资源投入,一些普通工人家庭收入不菲,但常常工作繁忙。 休息时间很少,通常已经寄投入来代替陪伴与教育孩子。 相对来说孩子不善言辞,后天智力开发水平较低,一些书乡家庭收入普通,但给孩子提供了丰富的学习环境,和以身作则影响孩子。 比如大人在家里读书看报,这样的行为让孩子认识到,阅读和学习是重要的,因而获得了更多的自我智力开发机会。 研究表明、预言、阅读和执行相关,能导致大脑表面积改变。 重塑大脑,使孩子变得聪明。 结束于物质生活条件是影响儿童智力发展,以及未来学业成绩的重要基础,但不是决定因素。 家庭教育因素更多的影响孩子认识习惯,行为习惯以及三观的形成。 如果忽略孩子的家庭教育,而以为通过辛勤的劳动,来建立,为他们创造更优越的生活环境时,只能舒适地舍等矚默,我们不一定都能给孩子赋予的物质生活。 但我们一定可以理解,沟通和包容孩子的笨,一身作则培养孩子的良好品德,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。 多给予鼓励和支持,让他变得更聪明,更优秀,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 育儿路不能重走,请关注我,一起传播使用育儿知识。 如果你或身边的亲人,朋友有妇科炎症如鹰刀炎,万鹰炎,宫颈炎,盆腔炎,宫颈弥烂,等妇科困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